最后一组呢 我们来介绍的就是这个prosome 如果你是 x 是prosome alpha random variable的话 它的期望值跟the variance 通通都是alpha 两个是一模一样 这很有意思 然后呢 如果你今天这个x呢 是个uniformab 就是discrete的uniform的几率分布的话 均匀的几率分布的话 它呢 期望值是什么 刚好就是a跟b的终点 就是a加b 那它的variance是1分之1的b-a乘上b-a加1 这些呢 通通都是可以推导的 那老师呢 希望你们去推导 这个在作业里面 这个有个作业呢 老师会希望你们去推导 这几个 几个这个 期望值跟variance 你呢 可以是自己的推导 不然呢 就是有一些你自己推导过了以后 推导几次就推不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去找一些书啊 或者什么来看 这个到底是什么 去图书馆找书 那但是呢 务必要自己要搞懂 那老师作业里面 其实就问你说 你有没有推导 自己会不会推导 有没有推导过 那大家是诚实啊 作为老师的学生 老师已经跟大家讲了 老师相信各位 你们是不会作弊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就自己好好做 老师希望你自己能够把它推导出来 不然就是自己去查书 但是当然啦 人不要查书就不要查书啦 因为我就教你怎么证了 你还是去查书 那既然不是 好像我们教这个就是 不会教嘛 对不对 不是 好 怎么去顺其妄词呢 说实在的 老师这一次就是传授给你们 这个是我多年来在做这个几率的问题 其实 几率或是这些数学的推导或证明 它的这个终极奥义 是什么 就是一个要诀啦 什么要诀 就是臭 臭自觉 什么意思呢 老师给你一个例子 我们就以%α它的这个期望值为例子 我要推导看看%α的期望值是什么推导 你看一下 当你要推导%α的期望值的时候 你先要知道什么 你要知道人家%的这个pnf长什么样子啊 对不对 连pnf都不知道 你怎么去推导人家期望值 它pnf呢 长这个样子 x阶层分之αx 乘1的负α四方 x是从012.00 一直到无穷大都有可能 好 那所有的数学证明或推导 你在真的要去推 要去证明之前的 推导或证明之前 你要先想想看 你手上到底有什么 到底有什么有利的条件跟情报 可以让我们等一下后续有用 你想想看哦 如果人家告诉你pnf长这个样子的话 如果有人告诉我们pnf 诶 有个东西的pnf长这个样子的话 你手中有什么情报 你手中有什么公式 什么情报可以用 有的 什么公式 就是pnf 所有的pnf值加起来会等于1 有没有 所以就是这个 所有的这个s阶层分之αx 乘1的负α4 这个都是1 把他从x 所有可能的x 从0到无穷大都把它summation起来 这东西出来会等于多少 会等于1 所以这个就是 诶 非常有利的一个情报啊 等一下我们这个证明 就要想问要好好利用这个条件 就是这整个东西summation起来 等于1 这个公式我们要好好利用 所以呢 pnf要不要备 要 每一个pnf就是一个公式 你如果记住pnf的话 你就是多了一条公式可以用 就pnf加起来等于1 好 那我们回归头来 x的期望值是什么 x的期望值就是x乘上它的pnf值 x乘上pnf值 把summation起来 那这个x跟x阶层呢 可以消掉一个x阶层的x 所以x阶层这边分母的x阶层就变成什么 变成s-1阶层 所以我们就变成s-1阶层分之αx四十方 乘1的负α四十方 就把summation起来 对不对 好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卡在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怎么做 没做过啊 s-1阶层分之αx四十方 然后乘1的负α四十方 summation起来 这是等于多少 这个极数 我们学过等比极数 所以又等差极数 但这个东西 现在这个极数 这个是什么什么鸟东西 这个根本看不出来 它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怎么办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看 我们手上有什么东西 数学的证明推导都是这样 先看看你手上有什么情报 有什么条件可以用 我们手上刚才讲的 我们有这个条件啊 我们有这个summation 我们这样的形式 的summation等于1 那我们现在要算是这个summation 那我们现在想到一个问题说 好啦那下面这个 我们有没有办法 想办法凑的 跟上面那个很像 那我们就有机会 可以凑出答案了 对不对 那我们来观察一下 上面这个东西 上面这个summation 从哪里开始 从0开始 但是我下面这个 上面这个summation 从1开始 对不对 就不大一样 上面这个东西你看一下 α的次方 这跟s階层的x是一样的 可是这个地方呢 α的次方是x 下面是s解义层 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至于1的负α的次方 1的负α的次方 大家都还是一样 那就还好 但是我们想看 想办法先来凑吧 上面这个地方 x 这边这个α的次方 跟这个什么阶层 这个东西 两个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那我下面就想办法 看能不能凑出一样 你这边既然是s-1阶层 那我上面就把你凑的一样 就变成α的次方 然后就变成α的s-1次方 所以你看 我就凑了一个s-1阶层 上面是α的s-1次方 这两个凑的一样 可是人家原来是α的s-1次方 你给我变成αs-1次方 那就比较什么 你外面要多乘一个α 好就把一个α拉到外面来 对不对 好 所以呢你看 目前我们在跟上面 这个s-1阶层比较一下 好 x阶层 这个阶层的这个地方 跟次方的这个地方 把它弄得一样 接着这个地方 跟次方的地方 Good 但是人家这个东西是什么 人家是x 人家这个是一个变数x 你这个s-1看起来很难看 对不对 所以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做个变数变换 我们就说 我就把整个s-1叫做x'好不好 所以我们就令x' 点x-1 如果令x'的x' 那这边就变成α的x'次方 下面这边x'的阶层 看起来跟上面就有点像了 就是 看起来就是比较 好 x'的阶层 上面是αx'次方 对不对 但是呢 因为本来原来的s-1是从x开始 你先给它变成x' 那你的这个s-1上下线 我们就改一下 对不对 你看看 原本的x 是怎么样 x是从1 原本x是从1到无穷大 对不对 那x'是等于什么 x'就等于x-1 对不对 那x竟然从1到无穷大 那x'就是等于什么 它应该从1-1 到无穷大-1 对不对 因为x是从1到无穷大 那所以x'是x-1 的话x'的方法就是 x是从1开始 1-1 到x是从到无穷大结束 就无穷大-1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你把它整理起来 它是什么 那就是0到无穷大 对不对 这就是0到无穷大 所以你整理一下 你会发现说 那这个α' α乘上这个 这个summation的话 这x'的范围就是什么 应该就是从 x'从0到无穷大 所以你把它整理起来 就变成x'0到无穷大 那x'阶层分支α'的x'四方 上1的负α四方 我们把这个summation 这个summation 跟上面这个summation 这个1号跟2号 你把它比较一下 你发现怎么样 有没有一样 你发现说 诶 这个呢 这边是叫x 但是我这边叫x' 这边叫α'的x' 我这边叫α'的x' 这边是xsummation 从x从0到无穷大 我这边是把它改造x' 但是它也是从0到无穷大 所以你发现说 诶 这整个东西怎么样 它的这个值是等于1 是的 就等于1 所以我们就是 辛辛苦苦 终于一步一步 终于把它凑成 跟我们手上有的这个条件 长相是很像的 是一样的一个式子 那你就可以直接利用它等于1 所以就变α乘上1 最后就等于α 有没有 所以 这个推导过程 老师就是希望让你 给你看到 就是希望传授给你 就是说 激励的证明 或是甚至很多数学的证明 都是臭 臭 你要做这个问题之前 要推导一个东西之前 要证明东西 先想想看 先注意看一下 你手上先清查一下 你手上有什么公式 有什么条件 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的条件就是这一个 然后呢 你在证明的过程当中 推导过程中 就想办法把你碰到一些 处理一些很怪 长相很奇怪的是 想办法让它长得越来越像 你手上有的那个条件 手上有的那个条件 那个式子的话 那 你就可以把它化解出 最后一个很简单的答案 这个就是所谓的臭自觉 所有的数学的证明跟推导 臭自觉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 很多书 很多人是不会跟你讲这个事情 因为这东西 这是老师的心得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大家是有缘啦 老师就跟你分享 好 好 所以讲了的臭自觉 跑上的这个期望值 α 这个 跑上α的这个期望值 我们推导出来是α 之后 那接下来就说 那你的variance是多少 那variance呢 就等于什么 x平方 x平方的期望值 -μx平方 mx我们已经证出了还是什么 是α 对不对 所以现在怎么样 现在我们只需要说实在 我们只要证出这个 x平方的期望值 能够推导出来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 那x平方的期望值是什么 x平方的期望值是什么 x平方的期望值根据定义的话 x平方是x的函数 对不对 那你就应该把小s带进去 就是小s平方 乘上x平方 这个sumation等于多少 好 那这时候老师要问你了 这个东西一定要证哦 这非常重要 这个东西如果你的证出来的话 你能够自己推导出来的话 那就表示你没有问题了 你学的通透了 好 但是老师给你一些 hint 一些提示 Again 当你要推导这个东西之前 先想想看 先清查一下你手上有哪些 有利的情报 这个情报有没有 还是可以用啊 PNF加起来等于1 还是可以用 所以1号情报我们还是有的 好了 那现在还有什么情报 光是这一条1号够不够 很遗憾了 不够 你还需要一条情报 应该还有一些情报 还有更多情报才能够帮助你 但是你想想看 有什么情报 你手上还没有什么公式 除了这个PNF加起来等于1 还没有什么公式 有的 我们刚才才推导出什么 我们刚才是才推导出 μx等于α 也就是x的情报值等于α 那x的情报值是什么 就是这个式子嘛 x乘上PNF之后 sumation来等于α 所以x这个整个式子得α 这是什么 这是第三式 所以1号跟3号式子都是我们的什么 现在我们出发点手上有的这个情报了 所以你看看 当你推出了μx之后 我们手上就多了一个条件 所以你现在就是要靠1号条件跟3号条件 这两个式子 这个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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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利用这两个 看你能不能把它凑出一个东西出来 x乘上PNF 你看看能不能 凑出跟3号式子跟1号式子很像的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数值 然后最后看它长一样长什么样子 老师答案已经跟你讲说 它是α 但是你要证明出来 为什么它是α 这个问题 值得好好做 还有那个binomial np也很值得你去推导 Passan的 μgf 还有binomial np的 如果你推导出来 OK的 那就表示你学通了 好 好 那我们这一节来回顾一下 好 我们为什么想要知道期望值 好 因为对于一个random variable 它这个数字是run的 我们无从掌握 所以我们很希望说 有没有一个好的方式可以估算它 期望值就是我们一个很常用来估算 估测一个random variable的一个方法 一个值 好 那根据大致法则 期望值等于什么 期望值会等于 你做无穷多次实验之后 所得到的这个实验结果的平均值 好 所以这个是期望值的一个直观上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根据大数法则来的 那随机变数 它的期望值 我们会求 那它函数的期望值是什么样 好 G of s 期望值会不会求 我们会求啦 好 就是直接小s带到G里面去 然后再乘上对应的pnf值 xpnf值上面起来 对不对 好 那其中最常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就是 就是variance 就是编医数 那编医数的意义是什么 好 它其实告诉我某种程度告诉我们 你这个random variable 多乱 好 这个数字分布的范围有没有分布很广 或是有没有很乱 好 这个是variance的一个 诶 有很多时候 它可以告诉我们一些这方面的information 好 那数学 或是一些推导 机率啊 或是一些数学 一些证明 最重要的一个要诀是什么 就是搞仔 老师最后告诉你的 臭智觉 非常重要 然后你务必要自己推导过 老师在作业里面要求你推导的 那你才能够真正领悟臭智觉的这个要义 OK 好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啦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 好 拜拜